在上星期被利器刺死的一名蜂樹嶺女子 被指在生前重施犯罪活動獲得利益 用於這一個的購買房屋以及多輛汽車 因而面對民事訴訟 而該名女子遇害之前就在社交媒體上發佈 似乎含有特殊要義的信息 也引發到關注 唐苑橋報導 32歲的蜂樹嶺女子Ramina Shah 生前是一名房地產經紀 於1月27日下午離開位於高桂林的辦公室之後 在附近一個停車場內被人刺傷 宋遠後不治 隨著事件發酵 更多與死者有關的細節曝光 法院文件顯示 在2018年Ramina Shah和前夫Bobby Shah共有的一處 位於豐樹嶺的房屋和車輛 曾經涉及民事充公訴訟 卑斯審婦指控Bobby使用各種虛假身份 進行兌換支票的欺責行為 訴訟還指黃家劇竟指控這對夫婦 所擁有的房屋和車輛都涉及欺詐 洗黑錢和販毒活動所得的收益 兩夫婦否認以上指控 而三夫的民事充公訴訟 亦於去年被法院駁回 Ramina Shah在遇害前10天左右 在Instagram上發佈似乎含有寓意的信息 指報仇時要小心 負能量是一種強大的力量 而這句亦引起公眾對於其死因的猜測 對於有關訊息 聯合控案調查組未有評論 指示表示案件仍然在調查當中 新時代電視童圓橋報道